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最后一大章的技术部分的最后一节的内容 防水我们还瘦了一个尾巴是不是 室内防水工程施工 然后我们最后一个尾巴是装饰装修 那么我们这节课呢 我们就争取把我们所有内容全都结束 无论走好晚 那么我们下一周呢会停课一次 是不是好像是环球给大家安排了其他的一个课程 是不是那么我们暂停一次 你说我们这次讲完呢 刚好就把我们的技术部分给完满的画了一个句号 那么我们隔一周以后再听课的话 我们就进入我们的管理的部分 好吧 那么首先我们上节课讲的一些内容啊 主要就是我们的地下防水 污面防水 当然还带了一点钢混凝土组合结构 所以更多是一个介绍类的知识 对不对 装配饰呢是一个新的内容 那么我们也梳理了一些知识点 是不是啊 因为从来没有考过 好 那么关于防水的知识点 我们做几个题巩固一下 然后我们开始讲新的内容 好不好 首先来看一下这个题目 关于重要建筑污面防水等级和设防要求的说法 正确是请大家选择 OK 没有 有一和五 还有选一和五的 对 一和五是对的 有选二和五的吗 刚才我看到 好吧 因为它是重要建筑物 还有高层 应该是一级防水 对不对 一级防水对应的是什么 应该是两道防水 是不是 两道设防 所以说应该是选A和E 是不是 A和E是一组 B和D是一组 是不是 即便你不知道重要程度的话 不知道这个重要建筑物是一级还是二级 最起码你知道一级防水对应的是两道设防 二级防水对应的是一道设防 正好是一是二 二是一 对不对 好嘞 那么是这个题目 我们再看一下这个 铺贴卷材应当采用搭接缝 平行于五级的搭接缝 应该是怎么着呢 一二一二 一级两道 两道一级 两级一道 这个没有错的 是不是应该是顺水流的方向 想想我们那个古代的砖瓦 是不是 不是古代的 现在老百姓盖房子 当然 现在也很少了 是不是 现在农村还能看到那个瓦片顺水流的方向 对不对 好 选C 好 再来一个 立面铺贴防水卷材 应该采用什么呢 立面铺贴防水卷材 他也应该能猜出来 是不是 立面铺贴卷材 防止卷材的脱落 我们应该采用什么方法呀 OK 都没有错的 是不是 满 粘法 是吧 所以说应该选择 D 好 再来个题目 好吧 关于污蔑防水工程的做法 正确的是 像这样的题目就考的比较细了 是不是 ABCD 基本上一个选项是一个内容 一个小的知识点 没有画图啊 上节课都讲了的 讲一中也都有图的 无几 轻轻于无几的方向 然后我们的顺水流的方向 这答案选 选 哦 这个题目给我的答案就 什么东西 1234 好 我们来看一下哈 关于污蔑防水工程做法 他问的是正确的事啊 那么结构找坡是多少 我们有三个找坡哈 不能叫三个 第一个是结构找坡 第二个是材料找坡 第三个就是我们的盐沟 我们就是这个泛水盐沟 它的一个坡度 刚好是一个321 大家记一下 刚好是321 就是我们的结构找坡是3% 我们的材料找坡是2% 我们的材料找坡是2% 那么我们的这个屋顶哈 泛水盐沟 它的坡度是1% 啊 1% 刚好就是123 啊 你要搞清楚哈 结构找坡 坡度是最大的 啊 然后再是材料找坡 然后呢 就是盐沟 泛水 那个 第二个 采用搭接法铺贴卷材 没毛病 是不是 你找不出来缺点的 是吧 那么上下层卷材 应该相互垂直铺贴吗 我画了一个 是不是 虽然我画出水平很差 但你能看到 我们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什么 搭接 什么情况下 是我们的防水涂层 是不是 防水涂层 像涂料一样 那个是要改变方向来涂抹的 是不是 防止漏涂 但是对于卷材 是不是 应该是什么 应该是搭接 绝对不能相互垂直铺贴 那么你现在是搞不定这个东西 是不是 试想一下 你应该是先低块后高块 还是先高后低 那么如果说这个建筑物 好 现在有高有低 是不是 有远有近 你应该是什么 肯定是先高块会低块 因为你在铺高块的 如果你先铺了低块 你想想 你在铺高块的时候 有可能会把这个低块什么 给污染掉 是不是 应该是什么 先远后近 你如果先近后远的话 你 你近的这个地方铺好 你再铺远的 你这个近的部分 不就是可以被你破坏掉吗 是不是 很容易破坏掉 是吧 就像我们标注混凝土 也是先远即近 能明白这个道理 所以说是警方 你在 以完工程保护费 我们后边会讲到费用的类型 这属于措施费 对不对 所以说我们要先高后低 先远即近 这样子我们的成品保护的工作量就会少很多 是不是 饱多的话 你可能会影响 影响 所以说你只要明白这个道理 就不用去记了 是吧 所以说用排除法应该知道 这个答案应该选择B 应该选择B 卷材防水搭接呢 对呀 卷材防水不就是搭接吗 比方说现在上下两层 对不对 就像我胳膊 这是两层长条形的 那我们搭接到一起吗 是不是 那搭接还分什么 现在你看到的这是什么 长边搭接 是不是 然后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短边搭接吧 是不是 我们这不是有短边搭接吗 是吧 短边搭接 是不是 我们有长边搭接还有短边搭接 然后这个搭接的距离 我们上几个都是讲过的 是不是 这是没有问题的 没有问题的 好 这个题目到此结束 选拨 那么污面防水层 用细时混凝土做保护层的时候 细时混凝土应该留设分隔缝 那么纵横间距 分隔缝一般是5到20 对不对 纵横间距一般是多少呢 这个没问题是不是 六六大顺的 是不是 纵横间距是6 好 那么接下来再看一个 关于污面卷台防水施工要求的说法 正确的是 这是2016年考虑一个多选题 不是先低后高 先远即近 有同学打错了 应该是先高后低 好吧 刚才那同学写错了 应该是先高后低 避免污染 避免你影响 先高后低 先远即近 明白的道理 你要是先铺了低的 你再往高处铺的话 那你不影响它吗 对不对 好 这个答案选择1235 是不是 我没看答案 1235是对的 肯定是先细部在大面 平面污脊接缝 应该顺势流的方向 然后大破面铺铁应该满站法 对不对 然后上下两层刚刚提过了 我们应该是什么来着 应该是满站 应该是平行 是不是 平行 上下两层的卷台长边 大接缝肯定是错开的 上下两层 而且要错开三分之一的浮宽 是不是 算开三分之一的浮宽 所以说这个答案应该选择A 那么我们的流水 我们的施工的流程 那么首先材料进场要复制 比方说我们的水泥 要复制它的凝结时间 是不是 强度安定性 是吧 那么进行技术交底 交底完以后 你现在讲的是防水 对不对 我们要铺天防水卷台 是不是 所以说材料复制完了以后 技术交底 技术交底完了以后 清理基层 然后就什么结合层 是不是 可能是防水沙江 对不对 或者是我们铺天卷台 总之有结合层 对不对 要把它夹到上面 那有结合层完了以后 先细部再大面 对不对 先是结合层 细部附加层 然后才是大面的防水层 然后试验 试水试验合格以后 才可以进行做保护层 是不是 才可以做保护层 好 这就是一个施工流程 刚才讲到歇息部后大面 对不对 好 那么我们看一下几个简单的一个要点 防水混凝土必须按照配合的准确来配料 这个不用多说 当半合物出现离析现象的时候 我们要进行 必须进行二次搅拌 你不能说我离析的使用 对不对 这个大家都清楚 当碳落度损失 不能满足我们施工要求的时候 请问能不能加水 是不是啊 那时候碳落度确实流动度更大了 能不能严禁加水 因为你一加水影响到的是什么呀 影响到的是强度 是不是 所以说严禁加水 那加什么呢 可以加入原水浇底的水泥浆 原水浇底的水泥浆 或者是我们加入什么呀 第二次参加减水器 就和我们混凝土运到施工现场 是不是啊 混凝土运到施工现场 那可不能加水泥浆了 混凝土运到施工现场 如果说这个碳落度损失 不能满足要求的时候 应该加什么 加入同当时所用的 是不是啊 同类型的减水剂 二次搅拌之后 再使用盐浸加水 那么到了这儿 是不是啊 当碳落度损失不满足要求的时候 可以加入原水浇底的是泥浆 或者是二次加入减水剂 对不对 好盐浸加水之道啊 也能考你的也就是这个啊 那么防水混凝土 应该采用高频机械分层震导密石 这句话也就是说 要保证它要震导要充分 是不是啊 高频 那么震导的时间意味十到三十秒 这应该没什么考点 如果是自密石的话 肯定就不需要震导了 何为自密石啊 在自身动力的作用下就可以填满我们模具的每个空间 是不是啊 无需震导 防水混凝土也好 防水沙浆也好 都是应该是在什么 中宁后 是不是 OK 中宁后 其他呢都是中宁前啊 只有防水混凝土或防水沙浆 是中宁后 立即进行养护 养护时间都不得小于多少天 来家十四天 大体积混凝土不得小于十四天 它不得少于十四天 后胶带的养护不得少于十四天 是不是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前冲墙 是不是 十四天以后把那个缝给它补齐 对不对 全是十四天 OK 好 那么防水混凝土动期施工的时候 那么入魔温度不能比于五度 多次看到这个五度了 是不是 好 那么防水沙浆 很多规定都是一样的哈 防水沙浆的施工温度呢 不宜低于五度 应该是中宁后立即进行养护 养护的温度也不宜低于五度 养护时间不能少于十四天 好 那么涂抹防水层施工 施工的环境温度呢 容器型的涂料 意为零到三十五度 那么水乳型的呢 水 简单理解为哈 水在温度太低的时候会影响它的性能 所以说水乳型的 提高一下五到三十五度 防水层施工 验收合格以后 才可以要及时做保护层 必须验收合格以后 才可以做保护层 而且要及时做保护层 是不是 这是涂抹防水层 那卷台防水层呢 我们前面讲屋面卷台了 是不是 那么以粘贴法施工的 防水卷台 预基层应该采用满单法施工 防止脱落 那么防水卷台施工呢 一先铺 立面 我们现在是讲的室内防水 对不对 比方说卫生间 墙面和地面都要做防水啊 应该是先铺 立面后铺 平面 是吗 防水层施工完毕 验收合格以后 应该及时做什么呀 保护层 是不是啊 才可以进行其他层面的施工 好嘞 关于我们剩的这个小尾巴 室内防水 我认为值得你去记得 就是防水混凝土和防水沙箱 应该是中银后去养护 养护时间不得少于14天 是不是 对于防水沙箱和防水混凝土 施工的最低温度5度 入魔温度不得低于5度 是不是啊 比低于5度 好 知道这几个数字就可以了 简单就过 好吧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进入到我们的最后施工技术当中的最后一节内容装饰装修 这部分内容其实每年呢也就一到两个题 一到两个题 但是它出现的点相对是比较分散的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把内容给大家过一点 好吧 那么首先我们讲一下抹灰工程施工 抹灰工程施工 那么我先说一下装饰装修 装饰装修2018版的教材在这里削减了大量的内容 比方说木墙 以前还打胶 住胶室里边的环境温度湿度 对不对 那块全都删掉了 删掉了很多 包括我们这个抹灰工程还有后面的 有很多内容都删掉了 精简了许多 本来这一部分出题就一到两个题 页面还非常的厚 是不是 分出分的点 却很少 大家简单过一下就可以 所以说我们接下来的时间 一个半小时的时间 给大家把这一块通完 那么我今天的任务就完成了 好吧 首先抹灰工程 那么按照施工工艺的不同 简单了解一下 我们分为一般抹灰和装饰抹灰 那么一般抹灰就是在我们的墙面上 墙面包括我们混凝土 墙面或者是砖气底 或者是我们的混凝土气块 是不是 那么我们涂抹这个石灰沙浆 水泥沙浆 水泥混合沙浆 聚合物水泥沙浆等等 这都是一般抹灰 那么装饰抹灰呢 有一些装饰层 是不是 比方说我们的干干石 甲面砖 是不是我们水沙石 斩碱甲石 对不对 装饰性 就没有烤底 那么材料的技术要求 首先抹灰用的水泥的强度等级 不应第一 32.5兆盘 没有被他带低的 我们水泥的最低强度等级 不就32.5 对不对 这没有烤底 那么水泥的凝结时间 和安定性的复验应该合格 那不光是他俩复验要合格 强度等级复验也要合格 所以说水泥进场复验 一定要知道复验什么 复验凝结时间强度和安定性 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强调过无数次了 是不是 一定要知道这个 那么白水泥和彩色水泥呢 主要是用于我们的装饰抹灰 不同品种 不同强度等级的水泥 不得混用 这个大家应该都清楚的 沙子我们亦采用中沙 使用前应该过筛 不得含有杂质 特细沙不易使用 特细沙会是我们的很粘稠 不便于抹浆 不用 那么石灰膏 抹灰用的石灰膏 硫酸钙 熟化期不应该小于15天 我们之前像养护等等都是14天 是个欧数 对不对 只有这个位置 是个基数 15天 15天 那么石灰膏应该细腻解白 不得含有未熟化的颗粒 它会产生不均匀膨胀的 以冻结分化的石灰膏 不得使用 这个熟化的日期是一个烤点 不规则的 是不是15天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施工工艺的流程 刚才我提到了 我们2018版的教材 这些内容当中都有相应 比较大的一个删点 首先我们要再刷墙一下 刷墙的家里如果装修过 你就知道 如果你是老房子装修 它会把你的老的墙皮 先给你铲掉 是不是 进行一个基层的处理 即便是新房子的话 一般交工的时候 表面也都是有一些抹灰 是不是 给你铲掉 进行基层的处理 然后大家看一下 我们的抹灰是在干燥情况下抹的吗 不是 是要在湿润的基层上 对不对 浇水湿润 浇水湿润之后呢 我们就要抹灰饼 抹灰饼的目的是为了冲击用的 这就是一个抹了一个灰饼 抹灰饼 那么当然这个做的是一个比较规范的 是不是 然后再冲击 墙面冲击其实就是直接找平线 横平竖直的一些基准线 那么墙面冲击完了以后 我们就可以分层抹灰 因为它可能我们要好几 好几层抹好几遍 分层抹灰 然后设置分隔缝 保护成品这是一个施工的流程 偶尔它会考你排顺序 偶尔它会考你排顺序 所以说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刚才说了抹灰顶 然后它就是墙面充金 是不是 何谓充金 在建筑装饰的时候呢 墙面如果是抹灰面积比较大 你想保证啊 你抹的灰 整个墙面的抹灰是均匀平整的 一般在抹灰前呢 先定个基准是不是 用沙浆在墙上 按一定的距离呢 做出小灰饼 刚才说了哈 做成小灰饼这样的 刚才的小块块是不是啊 做成了小灰饼横平竖直的 那么又成为打点 那么然后沿小灰饼呢 垂直和水平方向 继续用沙浆 做出这么一条或几条灰机 一般间距呢 是大于1.5米的 来控制我们抹灰的厚度 及平整度 那么这称之为是冲鸡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 这就是我们抹的那个灰饼 是不是啊 然后呢 抹完灰饼之后 在灰饼间也好 有点连成线 能明白 这就是一条冲鸡 水平的冲鸡 然后还有树向的冲鸡 能明白 这样子的话 你抹了灰饼 还有什么好处呢 你用你的靠齿 对不对 这样水平的 这样弄的时候 是不是要沿着这个线 基准线去移动 对不对 或者你不也有树脂的吗 这样去刮 对不对 这样去刮 可以保证你靠齿 本身就是横平树脂的 对不对 横平树脂的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 如果你在上面有灰鸡 是不是啊 有灰饼的话 那么一个两个 那他就靠齿就靠着他 树向也有的话 是不是哎 靠着他 是不是啊 这样子我去摸 比较的成整 均匀 对不对啊 这就是冲击啊 这就是冲击 那么基层的处理 非常规模 会的加强措施 如果说你 抹灰的总厚度 自己试想一下 这么大的浮变 你抹灰厚度很厚的话 他容易掉落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要采取一定的什么 加强措施 是不是啊 防护网 那么 当我们抹灰的总厚度 大于等于多少的时候 应该采取加强措施呢 35 啊 35 不同材料的机体 要接触 表面的抹灰 应该采取 不同材料 机体 比方说 这个 水泥沙浆 对不对 而另一个就是混合沙浆 对不对 或者不同材料 因为他的这个 呃 他的热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啊 不同材料类型的话 热膨胀系数不一样 是极易开裂的啊 所以说应该采取 防止开裂的一些 加强措施 那么当采用加强网的时候 这种加强网 比方说一些 玻璃纤维 做成的那种网 是不是啊 纤维网 那么加强网 与各基层的 搭接的宽度 不应小于 10公分 对不对啊 10公分 这个了解一下就可以 这个抹灰厚度 超过35的时候 要采取加强措施 要知道啊 那么 再一个就是 室内的墙面 柱面和门仓 洞口的 仰角的做法 应该符合 事业要求 设计如果 没有要求的话 那么应该用 1比2的水泥沙浆 做暗护角 其高度 不应该低于 两米 哪侧的宽度 不应该小于 五公分厚 我这个地方 忘了给大家放图了啊 我在讲义上放好了 就是比方说 现在这个地方 是一个门窗洞口 是不是啊 那么 这个门 然后凸出来一块墙 那个角 是不是啊 仰角就凸出来 那个墙角嘛 那么或者说 这个门窗洞口 这一边 那我就要用什么 用1比2的水泥沙浆 是不是 洞口的仰角嘛 用1比2的水泥沙浆 来做这个暗护角 高度不应该低于 两米 宽度不应该低于 五公分 那么明白 就这意思啊 吐出来的那个 就是你普通的抹灰 你就不要抹到这个地方 水泥 你强度啊 防止开裂 所以说这个地方 直接用水泥沙浆 1比2的水泥沙浆 哈 有没有用水泥混合沙浆 没有 你水泥浆 因为这个门口这个位置 是容易出问题的 是不是 好 那是做那个按角 按护角 那么我们看一下 刚才说到说 我们要分层抹灰 是不是 那么大面积的抹灰 前应该设置标基 是吧 刚才说了啊 就是冲击 抹灰应该分层进行 那么抹灰的构造呢 通常分为底层 中层和面层 那么水泥沙浆 不得抹在石灰沙浆上 那么照面石膏灰 不得抹在水泥沙浆层上 那么这个地方呢 是这样子 首先水泥沙浆 是不得抹在我们石灰沙浆上 为什么 石灰沙浆 里边有谁啊 氧化钙 对不对 它硬化 水泥这个氧化钙 是不是 它和水 它会生成氢氧化钙 是不是 那它氢氧化钙 结晶吸出 那强度非常低啊 它还会继续在硬化 为什么说 我们的这个石灰 它的强度很低啊 而且它的凝结速度很慢啊 是因为氢氧化钙 结晶吸出以后 它会和谁啊 空气中的二氧化碳反应 生成谁啊 碳酸钙是不是 OK 如果说你的水泥沙浆 抹在石灰沙浆上面 你盖住了石灰沙浆的话 它不就隔绝了二氧化碳吗 它如何去硬化呀 是不是这个问题啊 对吧 哎 好 那么照面石灰 照面石膏 这个照面石膏灰 不得买在水泥沙浆上 主要是这个东西不能在最表层 石灰 石膏灰不能在最表层 因为石膏它的吸湿性很强 是不是啊 吸湿性很强 所以说不能做最表面 不能在最表面 所以说它不得抹在水泥沙浆层上 因此肯定的最外面的应该是什么 可以石灰沙浆层 可以在最外面 是不是啊 石灰层 白色的吗 石灰抹面 对不对 大家都清楚 然后水泥沙浆层可以 是不是啊 你要知道它们的关系 为什么不这样 你不能把它搁到里边 搁绝空气 因为你不能把它放在最外面 是不是啊 放在最外面 我们之所以在水泥沙浆里边加石膏 目的是为了什么 是让它的这个 合一性更好 那合一性更好 更便于抹灰 啊 合一性更好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设置分隔缝 有排水要求部位呢 要做低水线 低水线 其实比方说我们的水渗过来以后 其实就防止水可以滴进去 是不是啊 滴进去 所以说低水线呢 应该是内高外低 内高外低 宽度和深度呢 是不小于内高外低 是不是啊 内高外低 然后深度宽度和深度不小于十米 我给放其实就是一个凹槽 是不是啊 其实就是一个凹槽 是吧 画了几个这个 十亿的图 对不对 好 这个内高问低是便于流水 对不对 啊 那么宽度和深度 其实这么一个槽啊 这一槽 宽度和深度都是一公分 对不对啊 一公分 简单了解一下就可以了 细节的东西哈 那么保护层品 水泥沙浆保护层 应该在湿润的条件下养护 哈哈 刚才我们讲这个施工流程的时候 是不是首先就是 几个基层处理以后 就浇水湿润呢 对不对 湿润的条件下养护 而且一般应该是在 抹灰24小时以后 开始养护啊 开始养护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做个题 巩固一下 这块内容就过 好不好 比较简单 关于抹灰工程的施工做法 正确的是 少选了是吧 三合五 一三五 正确的有 对不同材料机体交接处的加强措施项目 应该进行隐蔽验收 那机体 那你肯定是隐蔽验收完了以后 才可以进行表面的抹灰啊 这不是机体的处理吗 肯定是隐蔽验收啊 对不对 而且是加强措施项目 A不敢选是不是 再一个就是抹灰用的石灰高的熟化期 最大不少于几天 我们说过不少于15天 不少于15天 设计没有要求的时候 室内的墙住面的仰角 应该用1.2的水泥沙浆做暗护角 这个刚才提到了 是不是 水泥沙浆抹灰层 应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养护啊 应该是在潮湿的条件下养护 对不对 当抹灰的总厚度超过35的时候 应该采取加强网的措施 是吧 这个答案应该选择A C E 是不是 好 刚才大家又 diss我了 是不是 第一 我确实没有在 我是在大学里的 所以说我并没有到施工工地上去 一待待多长时间 但是工地还是经常去的 因为 首先我每年都会带着工学生去工地上实习 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就是 我有项目上的合作 我经常 比方说 我因为我同事的专业是水泥沪凝土 对不对 下工地 或者是参加项目论证会 工地是我们常去的 工地是我们常去的 而且我的专业本科是主目工程 对于结构设计也是略懂的 略懂的 那么现在你说一下这个滴水线 滴水线常见的应该是窗台 对不对 再就是屋檐处 特别是女儿墙出来的那个地方做鹰嘴 对不对 做鹰嘴 不都是这个吗 说白了就是你的水流 对不对 有的时候你的下雨的时候 那个水落下来的时候 它会沿着这个墙沿 会往里流一部分 所以说那如果说我们放这么一个凹槽 就可以隔断它 所以说这个东西叫做滴水线或滴水槽 就是这么一个凹槽 其实我放的这个图有点像我们鹰嘴 就是我们这个女儿墙 或者是我们的窗台 是不是 窗台部位的时候 应该是做这个东西 滴水线 它也是一个凹槽 对不对 也是一个凹槽 就是这个 这是一个实体的 这是一个 应该是一个雨棚 对不对 做的一个滴水线 它有这样简单挖个凹槽的 也有这样子的 也有这样子的 它主要就是说 大家能看到 主要的意思就是说 你的宽度和深度不小于10公分 不是一公分 一公分 所以说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图上 这个宽度是多少 15个毫米 对不对 宽度是15个毫米 好吧 所以说就是这么一个东西 你如果仔细看看我们的建筑物窗台 或者是你 当然你看不到 是吧 你到了屋顶上去 有什么东西在下面 你只能是搜一些图 或者是 在底层 你往上看 有的时候能看到雨棚板的那个 是不是 这和我在工地现场做没做过 实践是没有关系的 对不对 而且你做项目经理 更多的能力应该是管理的能力 是不是 施工现场讲施工技术的话 应该 我讲的应该也都是对的 是不是 没什么 和我做不做 是不是没有关系 没有吃过猪 还见过猪跑 好嘞 你不要再 再再再 嘚嗦我这个事情了 好不好 以前讲建筑实物的 我就多说两句了 以前讲建筑实物的老师 最早一开始 我们是03年开始 一级建造师考试 对不对 所以说你像我们国内有很多著名的老师 现在年纪很大了 还一直在一线讲课 像这样的老师 最初他们是搭档讲课的 并不是一个人讲完 就是你比方说有一个很知名的老师 他就是 因为他就是尼瓦匠出身 后来的时候又通过学历的晋升 到了大学当老师 对不对 那么他就是施工经验是比较丰富的 施工经验比较丰富 然后呢 他讲技术的部分 那么和他搭档了另外一个老师 讲什么呢 讲后面的管理的部分 因为管理的部分 就是有一部分就是和课本 是不是和理论知识 包括计算相关的 那么他们是搭档来讲课的 而且你 你想想 我们的施工工艺现在 已经进步了多少年了 有很多的知识点 我们教材一把板 已经很多的知识点都变了 数字也变了 但是很多老师 他还是按过去的那些施工工艺方法 来给你哒哒哒哒哒哒讲 那么因为我们听课的很多的学员呢 西学员没有关系 特别是老学员 他脑子里还是过往的那些施工的工艺 他听起来 他觉得特别松 他觉得哇太棒了 试想一下 那真正考你技术 那技术参数考你了 不考你 你作为项目经理 你需要记那么多的技术参数吗 作为项目经理 你是一个管理者 对不对 你要懂业务 你懂的是一些基本的道理 但是不代表你要搞那么细 你搞那么细 技术源是干什么的 是不是 好嘞 不多说了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轻质隔墙 那么轻质隔墙的话 按照他的这个承载的方式 我们分股价隔墙 还有板材隔墙 那么股价隔墙 顾名思义 它是有一个这种基属骨架的 对不对 铝核心的也好 钢的也好 是不是 那么骨架隔墙 那么就是由它来承受我们的整个的核杆 然后我们的这个石膏板 面板是挂在它上面的 对不对 那么像这种整个的板材 是不是 自身重量自身来承担 没有骨架 没有骨架的板材隔墙 那么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骨架隔墙 我们的整个的一个施工的流程 首先就是先 肯定是先放线 对不对 安装天地龙骨 天地龙骨 对不对 然后再安装 先安装水平天地龙骨 上面打在顶上 下面打在地上 对不对 然后再安装树龙骨 安装树龙骨 然后再安装贯通龙骨 所谓的贯通龙骨 就是首先是横着的 贯通贯通 它贯通谁 它贯通我们的树龙骨 它是从我们的树龙骨当中 穿进穿过去的 穿过去的贯通龙骨 安装了贯通龙骨 因为你的这个树龙骨 是吧 细长 请防它变形 我们肯定要横着 水平在来给它来一道 对不对 树龙骨之间 那么水平的 我们要给它来这么一道 对不对 那么然后再就是 积电管线安装 里边你比方说 这个墙上 我们要放这个 这个开关 对不对 你要安装这个积电安装 然后再安装什么 横撑龙骨 那么横撑龙骨和这个贯通龙骨 都是水平的龙骨 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横撑龙骨 它有没有穿过这个树龙骨 没有 它是什么 直接固定在树龙骨上的 这叫横撑 这叫横撑龙骨 那么你穿过去的那个 那叫贯通龙骨 一整根的 那么然后再就是门窗洞口的制作 然后先 因为它是骨架的话 两侧都有照面板 先安装一侧 然后中间我们填这种保温隔身材料 是不是 延绵 主要是保温隔身 对不对 那么然后再安装另外一侧 我们的施工流程 它会考大家排顺序 这和我有没有真正去当过工人 按过龙骨是没有关系的 好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你这个骨架隔墙 是不是 下边有混凝土地震带的时候 应该先对我们的楼地面的基层 进行一个清理 并涂刷一道这个界面处理剂 然后其实就是为了它 是不是 就是说你焦住它的时候 能够和我们的地面更好的 因为它毕竟是先后焦住的 是不是 先后两层焦住 里边有施工缝 因此我们肯定要是涂刷在界面处 一层界面剂 是不是 其实也就是一道水泥浆 一道水泥浆 然后这个地震带应该是什么 C20混凝土 是吧 C20 C20是比较常用的 比方说我们的空心气块 还记得吧 空心气块的话 我们如果说用混凝土来灌食的话 用的混凝土的强度标号也是多少 C20所以说前面讲过 CB20还记得吧 其实就是混凝土的标号是C20 为什么是B呢 指的是空心气块 灌心用的混凝土 为了区别起见 这是灌心用的混凝土 所以说B 所以说是脚标是B 好 接下来我们说一下 按照树龙骨 那么树龙骨它考试考点呢 就是说一条一条的 是不是那你是从一边到另一边顺着来排这树龙骨 如果是有门窗洞口的话 怎么弄啊 主要是方向的问题 那么是由隔断墙的啊 由墙的一端开始顺序来排列你的树龙骨 那如果说你有门窗洞口呢 这一面墙上有个门呢 那么你要门窗洞口的两侧来排列 为什么呢 美观啊 因为你毕竟是排到最后的话 你的一开始你的间距是 整齐的 规则的 是不是啊 你到最后可能会剩一条不规则的 是不是 所以说你如果是从一侧排到门窗洞口 正好剩个不规则的 那不是多难看 是不是啊 所以说我们一般是从门窗洞口开始向两侧来排列 当最后一根树龙骨距离我们 延墙或镀龙骨的尺寸大于图示尺寸的时候 还要增省一根树龙骨 这个没有靠点 好 刚才说了我们的贯通龙骨 是不是啊 树龙骨之间增强稳定性 我们来个贯通的啊 来个贯通的 那么我们贯通 横通龙骨的设置 如果说这个树龙骨的高度 不是树龙骨 就是你这个墙 隔断墙的高度 第3米的时候 安装一到就可以了 现在咱一般的住宅 层高应该都是在2米8 是不是 一般是在2米8左右 所以说第3米的隔断墙 我们一根横断龙骨 这个贯通龙骨就可以了 那么如果是像大厅 是不是啊 或者是一些写字楼 层高比较高 3到5米的话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 2到3到贯通龙骨 能理解 这和房子的静高是有关系的啊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安装照面吧 大家看这个图 是不是啊 我们说是先是清理基层 如果是有地震混凝土地震带的话 然后是先涂刷这个界面剂 然后C20混凝土 对不对 然后再就是啊 天地安装天地龙骨 是不是啊 天地龙骨 然后安装啊 树龙骨 对不对 然后是贯通龙骨 是不是啊 贯通龙骨 是不是 然后是那个积电安装 对不对啊 积电安装 然后门窗洞口制作 就是啊 然后再就是我们这个什么 横冲龙骨 是吧 然后再就是安装一侧 这个这个面板 照面板 然后我们在里边填什么呀 我在里边再填充这个盐棉 是不是啊 保温格生材料 然后再安装另外一侧照面板 对不对 现在你能看到的啊 这一侧照面板已经安装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照面板的安装一竖项的铺设啊 竖条形的 那么它的长边呢 接缝应该落在我们的龙骨上 如果你是曲面墙体照面的时候 照面板是以横向的来铺设 照面板就位后呢 要用自攻螺钉 将板材和我们的龙骨紧密相连 不能用射钉 因为你的石膏板强度是非常低的 不能用射钉 应该用自攻螺钉 自攻螺钉 不能用射钉 那射钉就是像枪一样的 噹噹噹打出去的那种啊 那它那个 那个噴射力还是挺强的啊 那么自攻螺钉 大家见到那个转的那个 是不是啊 带螺纹的那个钉子 是不是自攻螺钉啊 所以说这个东西啊 而知道为什么不能用它 那么安装完一侧 我们要再安装另一侧 是不是啊 那么装配的板缝 与对面的板缝 不得落在同一根龙骨上 那么第二层板的安装方法 是同第一层的啊 但必须以第一层的板缝错开 不能落在同一根龙骨上 那当然就错开了 接缝不得落在同一根龙骨上 是不是 内外层板应该采用不同的钉具 错开扑钉 是不是啊 另一侧 如果是两层板的话 也要注意这个 是不是 板缝要错开 接缝不能用在 落在同一个龙骨上 好 有同学说 我只看讲义我能不能过 我们的讲义给的已经比较齐全了 我们讲义的画范围也是足够了的啊 就是看你怎么看 能不能你看了之后 如果记不住 可是还是不行 是不是啊 看了 能够把重要的 我们标出来的那些标红的能够记住 上考场没有问题 怎么着也得过三遍 是不是啊 过三遍的意思就是 你那个时候 有这个数量 基本上 你脑子里应该是记得差不多的啊 记得差不多的 板材隔墙的施工啊 就是放了一个板材隔墙 首先 隔墙板安装顺序 是从门窗洞口 向两侧 一一端 一次进行 就像我们安装树龙骨一样啊 如果你是没有门窗洞口呢 当然门 门洞两侧应用整块板 美光嘛 是吧 没有洞口的墙体 那么从一端向另一端规则的排列就可以 你只要知道为什么了 你就永远记住它了 无论是龙骨还是板材隔墙 那个 这个隔墙 就是这个叫什么来着 叫板材隔墙啊 你只要是有门窗洞口的 门窗洞口两侧 均匀往两侧排列 对了美光 如果没有门窗洞口的话 从一侧向另一侧 是不是 那么条板与条板的拼缝 条板顶端与主体结构 我们都应该是采用 胶粘剂 胶粘剂 你要处理好啊 是不是 你要稳固 你要稳固 对不对 你否则的话 你条板怎么固定啊 板材隔墙 它又不是那个 这个骨架隔墙 骨架隔墙 它是和我们主体结构 是紧密连接到一起的 是不是 那么把梦的处理 我们的隔墙板 门窗控 门窗控 以及管线 安装七天后 这个数字还是要记一下 七天后 要检查所有的缝隙 是否 干界良好 有无裂缝 那么如果是出现裂缝 应该找明原因 并及时进行修补 加气混凝土 隔板之间的板缝 在填缝之前呢 要用毛刷 沾水 湿润 那么填缝的时候 应该是两侧 各有一个工人 有两个人 在板的两侧 同时把这个缝填延 填缝的材料呢 要采用有膨胀性能的石膏 或者是膨胀水泥 填缝嘛 就像我们的这个厚胶带 是不是 厚胶带的强度 混凝土强度 要提高一个等级 而且是最好是用膨胀 混凝土 对不对 像这个填缝 也是这样的 石膏是膨胀的 是不是 微膨胀 多孔 对吧 比较细腻 所以说 正是因为石膏 具有这样的特点 因此像我们的 很多的石膏制品 比方说石膏线 家里石膏线 很细腻的花纹 它可以体现出来 是不是 因为它膨胀 它膨胀 它可以表现出来 非常细腻的花纹 很多的雕塑 是不是 希腊女神像啊 像我们国内的 像毛主席的像啊 很多都是石膏雕像 对不对 石膏雕像 它具有微膨胀的性质 我们一把板教材呢 把石灰和石膏的 这种基本的材料性质 从建筑材料 那一部分删掉了 但是呢 在后面 在讲这些知识的时候 比方说 为什么说 我们的这个 照面的石膏灰 不能抹在最表层 那是因为它稀湿 是不是 啊 它稀湿 强度会降低 那么为什么说 前方我们可以用石膏 那是因为 它具有微膨胀的性质 是不是 好 试面 砖或试面板工程 刚才讲的 我讲的是隔墙 是不是 那么按照面层不同呢 我们可以是 面板和面砖工程 按照施工工艺不同呢 我们又分 试面板的安装 和试面砖的 粘贴工程 试面板的安装工程 一般适用于 我们的试面板 想想啊 木板 家里装修 是吧 内墙的试面 内墙的试面 当然外墙 如果是高档的 也是可以的 那么和高度 不大于24米 我们都知道说 超过24米的 住宅之外的公共民用建筑 我们都称之为什么 高层 对不对 这就是为什么是24米 不大于24米 就不是高层 对不对 多层 那么抗震 摄防量度呢 是7 24和7 比如说我们的试面板 安装工程 适合于内墙 内墙与高度 就没关系了 一个室内的高度 能多高啊 即便是大厅 三五米就够了吧 是不是 那么如果是外立面的话 那么高度不能超过24米 抗震摄防烈度呢 不能超过7度的 外墙的试面板安装 那如果说是试面砖的粘贴呢 如果是内墙 就没有要求 如果是外墙的话 不能太高 太高了 如果是粘贴 如果是粘贴的牢固性 出了问题 年久失修的话 这个砖掉下来是容易打伤人的 是不是 所以说我们还和高度有关系 大概越高 风的喝载就越大 对不对 所以说不适合于 对不对 高度不得超过100 超过100叫什么来着 超高层 对不对 超过100叫超高层 不大于100 刻着抗震摄防烈度 不大于8度 采用满沾法施工的外墙 说明白了 是不是 就是说你的试面砖 如果是外墙的话 不能是超高层 高度不能超100 抗震摄防烈度是8 这个是满沾 是不是 180 前面那247 OK 好 看图 试面板 对不对 试面板 里面内墙很多 那么试面砖的话 我们现在卫生间 对不对 厨房 不都有试面砖吗 对不对 那么外墙的话 多少来着 不得超过100米 抗震摄防烈度 8度 而且是满沾 对不对 那如果他对外墙的话 是24米 是不是 抗震摄防烈度是7度 两个数字 好 来 那么接下来 我们看一下材料的基础要求 那么 试面板或试面砖工程啊 所有材料进场时 都应该对他的品种规格 外观以及尺寸进行验收 那么 其中室内的化钢石 磁砖 水泥等等啊 都应该进行复验 OK 这个地方常常在按理题当中 或者是选择题当中考到啊 我们来看一下 室内用的化钢石 或者是磁砖 我们要检查他的 我们要敷衍他的放射器 那么粘贴用水泥呢 刚才提到了 粘贴时间 强度 还有安定性 如果是外墙陶瓷的 这个面砖的话 我们要检测他的什么 吸水率 如果是寒冷地区 外墙陶瓷呢 我们还应该检验他的抗动性 所以说 有的时候他会讲 他说 北方 是不是啊 北方 外墙陶瓷砖 我们应该赋验什么 那你都知道 对于北方的话呢 冬天是有寒冷的 对不对 所以说 北方 外墙石面砖 我们应该敷验他的吸水率 以及他的什么 抗动性 抗动性 好 那么对于金属材料 外加剂 粘结剂等这些 就按规定的要求来进行复验 好 那么采用施作业 把施工的天然石材 施面板 应该进行防碱被涂处理 否则的话 是不是 因为我们的结合层 是用的水泥沙浆 是不是 水泥水化以后 会吸出我们的碱性的物质 嵌花盖之类的 它会透过我们的这个面板 对不对 它会渗透出来 即便再致密的天然石材 它也是有缝隙的 对不对 那么它会导致 在我们的水泥 基层上的水泥浆的碱 会泛到我们的石材的表面上来 出现一些花斑 半碱 俗成 是不是 很丑 很丑 影响美观 所以说 我们要间隔地形 防碱 被涂 处理 就是在我们的这个 大理石的背面 涂一个防碱被涂浸 就可以了 防碱被涂浸 好 那么这是关于这一部分的 我们的隔墙 是不是 我们的这个 市面板 市面砖 简单了解一下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花岗石 木墙 市面板性能 应该进行复验的是什么呢 花岗石 木墙 市面板 应该复验的性能是什么 应该是放射性 对不对 OK 放射性 应该选择地 好吧 好 下面我们看一下这个题目 那么市面砖工程 应该对下列材料 及其性能进行复验 那么我们要复验什么呢 这是一个多选题 各位 没问题是吧 一 二 三 四 是不是 A B C D 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